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些影片都是又长又沉满的 绝对不适合网络生存的 我都希望大家就立即点赞和分享 无论如何都按下一个披键先来披一下影片 因为一条影片的流量就是靠大家开头这段时间 看就会带了流量出来 这次这个奶茶议题也是想做了很久 刚刚就有个师兄弟就几十年了 最近就回来 又跟我讲一下这些问题 有没有什么分享 今次就做了一套工具 跟大家拍两三条影片 就讲一下我们以前做的奶茶 和冬领茶或者冬奶茶的做法 首先就先讲一下奶茶 未讲奶茶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下以前茶餐厅的典故 因为你想做一杯奶茶 你也是要把前文后理都拿起来 你才会明白到我们做一杯奶茶 奶茶里面当中有什么重要的竅门 你才会知道 那现在的奶茶和以前我们做的奶茶 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做奶茶咖啡是一间茶冰厅的主打来的 怎样为主打呢 我们以前那辈子真的会进一间茶冰厅 叫杯奶茶 叫一件多士 叫菠萝包 那就是一个餐 但是现在的奶茶咖啡 已经沦为一个配角 你很少说会喂一杯奶茶 而进一间茶餐厅 我只是喝杯奶茶 现在是没有的 通常都是叫个餐去吃 那我们以前做的奶茶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那些茶怎么拼配 或者我们有什么供应商 我们入行的年代 我自己就做过快餐店 做过大排档 又做过茶冰厅 茶餐厅 那当中大家会有什么分别呢 也是跟大家略略说一说去 那大家当然是很心急的 想看一看 你们快点充满 不要说那么多 因为这条影片都颇为长进的 也会一早公布做一个首播 我希望大家在首播当中 大家就互动一下 一些业界人士 做这个奶茶班 也是曾经有想过 和外面有些教烹饪 开班 许冯小弟近期有些旧患又复发 那条颈有些痛 所以暂时就各自了 希望迟些休息一下 多些游泳多些去玩 等条颈就没那么痛 现在痛都没什么大影响的 最大影响是突然间讲不到话 这样就不要吹得太远了 那我们就讲回我们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奶茶 首先讲讲奶茶的供应商 我们当年都是捷永的 在捷永奶茶茶叶的配方当中 我们就会用好几只 当中以我自己所用的配方 有捷永4号茶 捷永锦标茶 捷永有些叫做特选茶 粗茶那些 还有一只叫做腹杖幼茶 腹杖粗茶 做不得不提 我身后有一个叫做 液盾的黄冠茶 那一家做的时候再跟大家吹一下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围住这几个配方去做 那我们当年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供应商呢 那我们拿粮油杂货 有一家叫做荣生牆 那这家我自己也很印象深刻的 因为我们当时全部都手写单 那我们不单只用奶茶咖啡 还拿很多粮油杂货 就会拿黑白奶 都会同那些拿的 那全部都做手写单 那我们就打流通汤 会拿一只叫做辣椒仔 现在就叫做tapasco 那他们有时候就会写中文 写中文怎么写 写中文怎么写 太白丝糕 是不是好笑啊 太白丝糕 那是什么来的 那就是辣椒仔 还有拿柠檬 那我们就会和永昌 永昌现在就做到很大规模了 现在还在做永昌西领 那当时都是略略的 那我们那时候做的拼配茶 那当中是怎样会拼配 怎样去配搭呢 不同的档口都有不同的拼配茶 还有当中粗茶、幼茶 大家会有些什么特别呢 有些什么 就现在还跟大家讲 就讲了有些錦标茶先 先慢慢又便宜那些慢慢讲下去 那我做大排档的时候 就用錦标茶拼四号茶 那是锦标的 那锦标的幼茶拼四号的粗茶 那是配哪一只奶的呢 配雙喜奶 那是不是每一只茶做出来的口感 或者做什么都会有些不同的 那做大排档我们会用玻璃杯的 那锦标茶和锦标茶 它冲出来的奶茶 它就没有福藏茶那些 就冲出来的茶味厚度那样好 所以配那些雙喜奶 那滑度它就没有黑白奶那样好 那这些就适宜那些大排档的配方 那快餐店都是会有用这些配方的 那当我进到茶餐厅或者茶冰厅 都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配方 那当中我们怎样配都是要看你那套工具 那大部份都是拿个茶壶拿个茶袋去做 但是有些大间的它就会拿个热水餐去做 那有说做茶和啡 但是当时很多主流的做法就是说 咖啡我们会用个热水餐去做 那奶茶我们还是会煲的 那如果不用个热水餐去做 那些咖啡又怎样煲呢 那用个不瘦锅用个茶煲 又放个咖啡一口上去 现在拿个茶煲出来和不瘦锅的咖啡 很多都不知道这两样东西是什么 那些叫做蒸馏咖啡 那又吹一些奶茶 那今次我自己做这个配方 也是我认为当年是一个最好的茶味 那品质最稳定的茶 那我就会用了一个叫做腹杖的柚茶 这样配合一个液盾的细黄罐茶 那为什么说会用到这些茶呢 那很多时候都说 你拿茶的成本就已经是反映了一切的 那这个腹杖的茶呢 都是比现时的茶呢 那些锦标或者现在的不同类型的变配茶 都是会贵很多的 那这样一只茶的价钱也是反映到一切 那这个腹杖的茶呢 首先它茶味好 那样色又不错 那香味最重要就是那个厚度 我们喝下去的茶的厚度 那个顺滑感都相当之好 所以配合上提升它那个小黄罐液盾茶就可以了 那小黄罐液盾茶呢 它本身的香味色都相当之好 那香味很吸引的 所以你一杯茶的形成就是这样 当你一杯茶那么浓烈的 你配合一些黑白奶 那又一杯完美的奶茶就做了出来 那我们以前真的有一个师傅 就看定一个水位去控制一些奶茶 那这样煮一煮茶 那一煮茶怎么形成 那一煮茶最好的状态是怎样 那煮茶到最后 那我们不用了那些茶味 那有些苦结味 那我就倒进去 那我曾经说过一门茶餐厅 如果去到一间茶餐厅 它有一杯清茶给你 那这间茶餐厅你不怕去光顺 但是现在很少有的 因为为什么呢 那我们有时候 那些茶呢 就做到一些茶味 那我们就去做茶胆 做一些清茶 出去给客人喝 那这样就吹到现在就事不宜事了 那我们就马上去看一看些东西先 那首先就看看我们今天的工具先 有一个2.5公升的茶壶 有一个2公升的胶壶 那这些都是茶餐厅很基本的配备 那这些都是茶餐厅很基本的配备 那有一个有四瓣装的 福藏有茶 那我们的主角是细枉 那另外奶茶真正的主角是什么呢 那是奶的嘛 那我曾经上过一个电台节目那里 也有讲过一些奶茶 那我一讲说一杯奶茶的重点是什么 是奶呢 大家都好像很乎然那样 这个是一般的事实来的 一杯奶茶的成本是最贵的 那奶茶奶茶 那当年个个都是叫做私物奶茶 那私物是什么私物呢 那就是我们的茶袋嘛 那它有类似私物那样 那很多时候拉上来啊 这个是什么袋来的啊 每个都不会说 那叫做私物啊 那现在这些袋 那难不难买呢 不难买的 你下去 油麻底 那任何一间卖工具的店铺 你都会买到的啦 那现在还更加弱了 那车上来一些拉链 那这样套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以前呢 是要自己的 那些茶袋 没有这些拉链的啊 这些拉链的设计是 九十年代尾 二千年代头 那开始有的啊 那这样 有一个2.5公升的茶壶 那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呢 还会有一个叫做炉饼 一个炉饼饼 有一个不锈钢的框 那样去座着这些茶的 这样 那样 亦是突然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茶餐厅那些奶茶 不是煲出来的 是慢慢座 慢慢焗出来的啊 那通常我们在这个生活 回来呢 那我们都是要跟它 做一点点功夫的 那我们就会 把这个盖呢 这一粒呢 就跟它调转的 那为什么要调转呢 因为啊 如果你这样吸着它 在这个袋子 它就很容易被你吸烂 那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就这样 这样 这样放下去 这样吸着它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着就 到主角出场了 另外一个主角 这个主角就稍后再说 那就是 当年我自己认为 一个最好的茶胆的配方 就叫做福杖幼茶 这个就 4磅装 那我们那时候 拿 我们坚持 是拿一箱 原箱 一个木箱 大大箱 50磅 我们自己混的 那时候 那时候 会怎样混的呢 用这些小黄罐 大约 10磅 这些福杖幼茶 就混两罐 这些 那这些一半就500克 那这个配方 是否一定是这样配的 是不一定的 因为福杖它都会有幼茶 还有福杖的粗茶 这样看你本身的餐厅 而定 那我自己做开最好的 再用福杖的幼茶 就配黄罐 至于其他配方 就是看你餐厅的大小 你本身你用的工具 当然你用的煲 有不同的配方 你用的茶 那些 热水炉去 做着茶胆 有不同的配方 做的那些 粗茶的份量 你又要多些 那我和大家一起期待 又开茶这一剎 那我自己也是相当之开心 那用完这些工具 那我全部都会送给我师兄的 那我开了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福杖的幼茶 那这些福杖幼茶 就真的去到差不多茶粉的阶段 那通常我们一壶茶 那我们要加多少茶粉呢 或者我们要怎样拼配 你讲不讲到那份量 我们当时 很年老的师傅 都未必会讲到那份量 那份量卡什么 卡一只杯 那我们一杯 就会拿一杯 一杯 那至于这个份量呢 就卖个关子 那大家 我希望看到最尾 那我就将这个份量 写到最尾 那里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些茶粉 倒入茶袋 那里 当然这个茶袋 你先前也要洗干净 就录一录去 至于另一个经典 就是这个 烤盒的王冠 我们叫做细枉 我们那时候 坚持是会用细枉的 如果不坚持 有些不知道 就会拿大枉 大枉那些 大枉那些 就是大枉很多的 那时候那些老师傅 很执着的 他认为大王冠的套茶 和一个包装 和所有的包装 都是在一起的 但是他说 大王冠的套茶 那个味道 他就不及这个 我两个都试过 都是跟老师傅的配方 我坚持用细枉罐 我自己都覺得西王冠這些茶的品質就比較好 這些西王冠是甚麼茶來的呢? 屬於都是中粗茶 跟剛才的複醬有茶就差很遠了 這茶也很香 現在我先量一下 大約2個湯匙 差不多一半杯 再加上禮盾王冠 也要攪拌均勻 如果在外面做的話 就預先攪拌好這些茶 那些茶一定要攪拌均勻 讓有些粗茶和幼茶夾雜 它會出的味道會比較好 茶粉準備好了 我們又說回沖茶的熱度 我們一般在外面做 我們調查溫度 即是煲水的箱 我們會調到95-98度 不會沸騰的 通常我們都要看到水溫 要到95度以上 我們才開始沖奶茶 我們在熱水槽 扭開按鈕 把熱水慢慢沖下去 沖得很慢的 那些水 沖的過程當中 就讓它拿起少許茶袋 讓它撞下去的熱水均勻 當熱水撞下去之後 大家看看茶粉面的模樣 是不是看到有少許泡在這裡 輕味來的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焗茶了 焗茶焗茶 我們就要用到最小火 然後蓋上蓋子 然後蓋上蓋子 我們就慢慢焗它 通常我們第一次焗的這壺茶 焗它要約8分鐘 甚至10分鐘 如果在外面用的爐餅 我們會調到3度或4度 這樣就會做 我們會做一半 不是整個的 因為一杯漂亮的茶 不是熬出來的 是慢慢焗出來的 在焗茶的過程當中 我在以前做 我習慣每次用完的茶壺 都要慢慢抹去 我們這些就叫做搜門 看看我在廚房做東西 甚至乎在職位廚房 炸斑腩 你看到的胸頭位 永遠都是有條毛巾 一弄髒就抹去 我們這些就叫做搜門 有時候看師傅好不好 就看茶煲 保持著燈芯的火爐 呈現什麼狀態才撞第一次茶呢 一般的茶 你焗到8分鐘 10分鐘 那些茶粉裡面 它會逐漸 會變成一個波 慢慢會穿上來 面頭那裡 都會有些泡 有些叫做茶青味 你焗茶的時候 你已經聞到會有些茶青味 但是你熬的時候 你聞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熬的時候 那些茶的出味 就出得很快 那這些茶的味道 你會有的 但是那些茶 你不會做到一個醇厚的感覺 醇厚是要慢慢焗出來的 那當茶正在焗之際 又吹一下奶 現在沖奶茶 很多時候你會聽到一個叫直脂奶 我們那時候沒有的 沒有直脂奶 全部都是全脂的淡奶 為什麼這些淡奶又會叫做花奶 當年七八十年代 最出名的就是三花淡奶 這就是最出名的 三花淡奶 講不講受 醃介歡迎呢 我們醃介就不太多用的 大部分我們醃介 就用哪一種呢 就叫做黑白奶 七百十年代 你說黑白奶 全世界都不知道你是什麼來的 嘩 你不是給我一些雜什麼 但是做開我們飲食業的水吧師傅 大家都知道 黑白奶本身 奶滋 奶的香味 那個滑度 是最高的 其次就是 倒一些山花 再放一些雙起 那些 為什麼呢 一杯奶茶 最貴的是奶呢 一罐 一罐 我們以前做的都是這麼大罐 這麼大罐奶 就沖了多少杯呢 都沖了八杯至十杯 不是沖了很多 以前我們回去 就會做些水時 會開奶 那些水時 你說 現在 反而 黑白奶呢 他就買不到這個裝 啊 如果買到這個裝 如果用水時開 就最正啦 那現在 不 嘗嘗開 都是 拿回 昔日的情懷 那 我們啊 我最高峰 一天 就差不多試過 開過一雙奶 那我現在用回 黑白奶啊 或者用其他奶啊 那我現在覺得 現在的黑白奶呢 都沒有以前 七八十年代 那時候的奶呢 那個奶 那個奶滋 那個香味 那麼好 不知道是錯覺的 還是什麼 吹吹吹吹吹 現在的湖茶 是焗了四五分鐘 我們又看看什麼模樣 那些茶呢 慢慢焗一下焗一下 它那個波就會逐漸形成 啊 開始浮面了 那因為啊 它的優茶 和粗茶 就是大家出的味 就是那塊慢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我們以前 用這麼多的優茶來說 嗯 撞這壺茶 我們是會快一點點的 如果你粗茶多 你就要焗久一點點 啊 甚至乎 如果我們用那些 啊 成座的那些 熱水爐去做呢 一個熱水爐呢 就是這個湖的兩倍 那個份量 那還要更加焗得久 所以如果我們用那些水餐去混那些茶呢 粗茶那個份量呢 我們又會配很多下去 那在烤茶之際呢 我們以前的水爐師傅呢 在一個茶檔旁邊呢 就必定會有個位子 暖著那些杯子的 或者你在那些 那些 茶陣頂啊 那你會整個位子 就會暖著那些杯子 那為什麼會是 暖著那些杯子呢 那以前呢 那些茶冰廳呢 那些杯子呢 那些杯子呢 用那些很厚的 那這樣 那杯子你暖著它 那接著你 你放那些奶下去 放那些茶下去 那你如果冬天來講呢 那杯茶呢 你進口你就會熱一點 那因為呢 那一杯茶裡面當中呢 其實有兩成多都是奶來的 那如果你一杯又冷 那些奶又冷 那這樣啊 你再回茶下去 你只剩下七八分熱 那吹吹吹吹吹 現在大約就七八分鐘啊 那這樣吧 那你說我拿了這麼多的工具回來 那你猜測有沒有 事先演練一次啊 或者什麼 我沒有的 我都是憑以往的經驗 和大家去分享 不僅都對我這件事這麼多年 那一拿著茶壺呢 那種感覺就已經回來了 那現在將近十分鐘了 那我們又看一看模樣先 這裡看得不清楚 不要緊的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茶上膏呢 它差不多成了一球 那樣的 那些茶青味呢 就會均勻在那頂 所以我們就要撞第一次茶 第一次茶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會撞走一些茶青味 和讓那些茶葉呢 做一個更加均勻的 那我們撞茶下去呢 就真的要撞 目的就是要撞到那些茶粉呢 有一個沖起了的感覺 那現在就全部撞下去先 那撞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盡速放在那邊 那跟著我們就轉手了 把膠茶壺的茶呢 那現在我們就撞到那裡了 那目的都是一樣 那第一次你要撞多少呢 撞兩下就可以了 那撞了兩次之後呢 那那壺茶呢 那大部分的茶青味呢 都會撞出來 但是有部分都還沒出味的嘛 那現在焗了一點點出來 又有一點點泡情嫌 那現在我們就進行第二次的焗茶 這樣淋上它之前 又是順手就抹一抹去 那第二次焗呢 都是8至10分鐘左右 那這樣 讓它剛才撞均的那些茶 那些茶葉的那些茶味 就更加均勻地讓它焗出來 那我這個沖奶茶方法 都是分享我以前自己做的那種方法 那現在我就不知道那些 試一下那些師兄師姐 那些撞茶的那些方法是怎樣啊 甚至乎有些網友問我 有些什麼口缺啊 那些那些 沒有東西的 我們烹飪 做東西 都是要講個程序 講個細節位的 當你明白到 一杯濃的奶茶呢 你的茶 你的濃度是比你普通的茶 你會濃很多的 還有你的奶 你要夠滑 奶汁要夠高 才做到一杯 很傳統的港式奶茶 當你明白到這兩點 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 有些外國網友都曾經問 喂 星星我在外國 如果我買不到這些福相茶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喝不到那些港式奶茶 大家手安無措 你明白到這兩點 你用一些較為濃的茶去 譬如你在英國 或者你在美國 加拿大 你都會買到很多不同類型的茶葉 例如百獎茶 你一定會買到的 你就會買一些 包裝 一包包的黃冠回去 你比以前沖的份量 更加濃郁些 慢慢焗去 然後撞一下茶 你也會做到一杯 接近港式奶茶的味道 當然 你要買一些 正正正正的 全脂的花奶 你不要用直脂奶去做 以前我們做水吧 會有個師傅 動篤站在水位 控制咖啡茶 有時候沖一杯 你說難不難啊 那些茶餐廳 都會有個水位 師傅站在那裡 水位、火位、面位 這樣 我們以前通常都是 兩位師傅 如果大間一點 就三位師傅 但是有一位師傅 就必定在看水位 不動的 他只是在控制咖啡茶 這樣 有時候你沖一杯 你說難不難啊 不難的 那你跟著的方法 你都會做到七八成的效果 這樣就做出來 但是你說 日日你都要沖一杯奶茶 沖到同樣的味道 一個穩定性 就很難的 每一間茶餐廳 那杯奶茶 咖啡的穩定性 就是留住客人 那種歸屬感 那種味道 就是這樣 那怎樣做到一個穩定性呢 就是靠師傅 那些細節位 你怎樣量度 一個水吧的程序 當然我們做水吧 沖奶茶咖啡 只是其中之一個項目 還有其他很多東西要沖 例如凍奶茶 凍檸茶 凍檸水 我之前做了一個 叫做好辣蝦布甸 也做了一個叫做凍好辣蝦 沖那些凍好辣蝦 那些竅門又有些什麼呢 當日都說了一點點 如果凍好辣蝦 你要夠濃 又不要太甜 那那杯凍好辣蝦就好喝了 現在很多時候出去喝的凍好辣蝦 嘩 淡溜溜的 只有一個甜字 完全都沒有味道 那你那杯凍好辣蝦 那就叫做不到位了 以前那些好辣蝦很有趣的 好辣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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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的 有美綠 甚至乎有些不同的廠 會出一個叫做 好辣蝦的廠 會出一個叫做 柯華美的物體 他跟柯華田又差不多 柯華美是什麼 如果當時做水班的那些 就會知道 那第二次 焗茶 再跟大家說了一點點 焗茶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樣看 我們怎樣控制火爐呢 如果我們外面做的爐餅 就放一些 放一些 就控制熱度 那我們就看著那個湖水 湖水那邊 微微 有些泡 會升上來 那我們就放開一點點 盡量你都不要等 那些茶水滾著 好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奶茶就是焗的 那有些什麼茶來熬呢 涼茶呢 二十四味的那些 煲涼茶 那如果你把煲茶 不停滾著 不停滾著 煲茶 出了味 都已經被你滾到老了 還有那些茶 滾得太厲害 你用多漂亮的茶也好 它都是會糟糕的 那我們繼續保持著一個小火 現在大約焗了八分鐘 看到這個烏嘴 有一點泡上來 第二次可以撞茶 我們一般都會先拿著茶袋 拿著茶袋也有少許巧妙的 我們先繞一繞 然後撞這些茶 你的茶袋必定要在茶戶口上高 你才撞到的 這次要撞三次 來回三次至四次 慢慢倒進去 全部撞進去 全部撞進去 然後撞到七八八之際 又撞回頭 這次撞進去 第二次撞茶 第二次撞茶 撞到角形當中 輕輕地撞進去 讓茶粉旁邊的茶青味 你要沖一沖出來 讓茶的蒸氣蒸發角形當中 第三次撞茶 讓大家看看茶色 我們繼續撞進去 第三次撞進去 再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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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奶茶 焗了兩次 第二次撞到四次 你看茶頂 所有茶青味 茶袋旁邊的 青青綠綠的 已經沒有了 這壺茶還沒了 還沒了 放進去 再撞進去 茶壺 再在爐裡 再烤它 大約五至六分鐘 這壺茶 讓它的溫度再提升 這壺茶 差不多到最佳時間 但是就可以出茶了 如果到最佳時間 這杯茶 去到出茶的時候 再放一會 第二杯 第三杯 第四杯 第五杯 那些茶就最好喝 第一、二杯 都未必好喝 焗一壺奶茶 你也是不可以心急的 經過第一次 你放著茶下去 慢慢焗它 然後撞它一次 讓茶粉更均勻 然後焗第二次 第三次 真的要撞走 茶青味 還有讓整個奶茶的味道 撞到更均勻 當然撞了四次之後 奶茶的溫度 就會降低了 現在放下去 讓它提升到正常的溫度 這樣就可以出茶了 當壺茶的溫度提升 便可以出茶了 我們快點拿出醃杯 至於奶的份量 如何控制 或者先放奶還是先放茶 如果剛剛做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放奶 奶的份量是多少呢 我們那時候沒有糧 沒有其他 純粹沖奶茶 都是靠手藝的 一般來說 一杯茶 我們要放到五分之一 左右的奶 我們先放奶 先放奶 放奶 放茶的時候 如果你有經驗 你會看到茶色 如果茶色 如果覺得是深的 你會倒添一點 再放奶 臨出奶茶的時候 我們要先放茶袋 然後最精彩的一刻就是這裏 把茶慢慢撞下去 大家看看茶色 噢 一杯好茶 呈現眼前 呈現苦拍式 奶茶可以出 放茶匙 然後再放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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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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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 看著茶色去判斷 一個有經驗的水包師傅 沖一杯茶 一杯啡 一杯鴛 一杯鴛鴦 三杯都放在那裡 一眼就會分得出 再放奶 一杯鴛鴦 一杯鴛鴛 通常都是一杯鴛鴦 一杯鴛鴛鴛鴦 現在全部都用了包裝的糖 以前都用這些 甚至乎用一隻的 也叫一個方糖 不是說你的人好方糖 真的有粒粒的方糖 放在不瘦礦的糖中,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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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種懷舊畫面 即時可以品嘗 讓大家近距離看看兩杯茶的顏色 先下奶的顏色 因為沖奶茶也是一門手藝 放奶的份量慢慢練回來 當然現在很多快餐店都說 拿一杯汁多少茶 我就不客氣了 一杯漂亮的茶 你還沒進去嘴裡 已經聞到茶的方香撲鼻的味道 還有茶色 這兩樣是黃罐茶的特點 很香的 當你一盒進去 那種茶味慢慢湧現出來 就是複醬茶的特色 這杯絕對是經典奶茶的味道 大家乾杯 我心想大家看到這裡 又長又沉又悶 的確是 烹飪主食 的確就是這樣 但我們當中的樂趣就是這樣 這次我也是把我自己當年 在汽水坊的位置 那些經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這個茶 如果大家用這個壺 約2.5公升 我剛才下了多少茶粉呢 那我下了複醬茶的茶粉呢 大約就下了差不多100克 你當是100克 那我下了黃罐呢 這隻呢 就下了20克 來 沖一壺茶吧 那至於茶粉的份量 大家就要跟一個比例去調校一下 再說回一些外國的網友 或者一些外國的 我買不到這些茶 那我有什麽方法去做一杯奶茶呢 都是重複剛才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茶葉的濃度 是要比一般喝茶的濃很多的 第二 那些淡奶 你一定要買全脂的淡奶 你才會夾到一杯港式的奶茶 那一杯優質的港式奶茶呢 我剛才也說了幾點 第三點就是 你喝完口後 你會順滑的 你又不會覺得粗口 至於大家怎樣做到這一點 都是要去反覆練習的 至於我之前有沒有練習過 我是沒有練習過的 我也是把我以往的和大家分享 自己這杯茶呢 沖到我以前七八分左右 你說沖到好像以前那麽十足 就一定不會了 因為都是丟下了那麽久了 那我自己也很感恩 即是接觸到飲食業這一行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做飲食業的 做了別的 但是最終我也是做飲食業 我一進去就做廚房 我是做水巴提供線 然後再看一看再進去廚房 水巴來講 都是對我猩猩是有一種情意結來的 都是把我自己在水巴所認識的東西 就和大家分享 畢竟奶茶也是其中之一科 之前和大家分享很多 蛋治、茶餐廳、早餐A的做法 我亦都希望外國的網友 就是買不到這些一罐罐小黃罐 都不要緊要 有些包裝的 有些包包 包包的超市很多 但是這些小黃罐這些 就不是到處有的 以前有些雜貨店都會有這些 但是現在都沒有的 我就很感謝有些師兄搭檔 就幫我拿一拿 大家可以在外國慢慢去烤一杯茶 當然現在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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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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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喝奶茶的網友就給我LIKE 如果喜歡喝凍檸茶的網友 或者喝凍奶茶的網友 就訂閱我的職人推出頻道 至於凍檸茶、凍奶茶的 再找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相當之頗詳盡 會議先出一個通告 做一個首播 在首播的過程當中 希望和同業大家互動一下 很感謝一些香港外國網友 每次出去玩 給我一些很強烈的鼓勵 今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失禮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吹吹 希望會做一些好音的凍檸茶、凍奶茶 爆檸嘛 拜拜 請繼續 請坐 向江松 祝福 在首播 吸收 愛